刁灵宇被担架抬下场,有谁注意到替补袭上的他,让人揪心,丢掉手局后中国队迅速调整,他们连班两局,但刁灵宇的受伤又差点让日本队拿走了胜利。 在一次防守救球中,刁灵宇和王维一抢到了一起,刁灵宇重重地撞到了王维一的身上,而且是下巴和颈部撞上去。 当过了几分钟之后,刁灵宇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,当裁判招呼担架禁食,大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这是替补袭上的杜青青、金叶、倪非凡和高益,他们之前中国队逆转颓势打出好球时,他们可是又唱又跳,为场上的球员呐喊助威。 下面这张是替补袭上的高益和另外几名球员,包括王毅竹、孙燕和仲慧,当然这是刁灵宇受伤前,她的小师妹孙燕还在望秦的助威。